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一名懷疑吉傷警察的男子 在今日凌晨時分 本來打算搭乘一班前往英國倫敦的客機 只不過在臨起飛之際 遭到警察登機逮捕 事源在昨天下午七一遊行期間 警察在銅鑼灣中央圖書館外邊的高示威道一帶 是驅散的人群 其中一條警察忽然間衝向前 單獨地將一名市民撲倒 遇上了周邊其他人士的反抗 在混亂期間 有一名示威者懷疑使用力氣 去吉傷警察 而眾人成功脫身 據消息指出 這名懷疑吉傷警察的男子 在昨天下午購買了前往英國倫敦的機票 航班原定在昨天深夜的11點55分起飛 有現場消息指 在臨起飛前 當時的航班仍未完成入油 與此同時 有三輛警車駛到64號停機位 即是國泰航機的附近 其後有超過10名軍裝警員 走到登基橋 等到國泰職員趕到以後 有一名便衣警員聯絡機長 要求他在機上進行廣播 叫攝氏的男子下機 但在廣播以後 並未有任何動靜 故此 這名便衣警員 在國泰職員的陪同之下 由機尾一直搜到機頭 確認到攝氏男子在機上 再喊了另外三名軍裝警員 將攝氏男子帶下機 而他在被捕期間 沒有作出任何反抗 根據多個網上的消息指出 說這名男子遭到親友督灰 關於這件事 我也有些事想說 首先第一件事 這名男子的容貌 在昨天下午時 就已經遭到一家媒體登上網 而且還將他的大頭照登上網 是非常清晰的上貌 大家都猜不到 這一家媒體 竟然就是 立場新聞 我就覺得 如果是紅媒來做這些行為 那就真是沒辦法 因為 他們就是怎樣也要主死這些示威者 但是作為立場新聞 我真是有個疑問 到底在報導消息的時候 或者報導新聞的時候 有沒有必要 把這些示威者的大頭照 放上網 沒錯 作為一個傳媒 他的天跡的 而且確就是要報導事實 和反映真相 但是那張新聞圖片 在你出之前 會不會做多少的後期製作 比如說 在容貌上 打個格 是不是 只是那麼少的事 你都不去做 只打個格 完全是不會妨礙得到 信息傳遞 比如說 有一些傷口 傳媒拍出來 稍為是有道德一點的 都會在那些血上打了格 他不會直接 擺出來 這是傳統媒體的一般的做法 你看到就算是任何日報 如果拍到一些傷口的照片 或者是有些人墮樓的照片 他不會原章的擺出來 一定會打擱 當你拍攝這個示威者的時候 你是直出 故此 昨晚 立場新聞 都已經被一班網民 不斷被封蓋地罵了 這個是很失望的 令人是 可能有些人就會辯駁 就說 你不拍而已 可能其他媒體 甚至乎紅媒都拍到 他不是一樣照片放上網 那我就覺得 這個是另一回事 因為你立場新聞那張照片 就真的傳到很多 那些藍絲群組周圍 就是你這一張照片 第二件事就是 有多個網上的消息來源都指出了 說 這名男子是被他的親友篤灰的 我相信也是 而且還遭到熟人的篤灰 為什麼我會這樣相信呢 第一 就是網上有消息指出了 說這名男子 他的生活照片 已經是在那些藍絲群組當中流傳的 所以就是 如果你不認識他的人 怎麼會是可以拿到他的生活照片呢 起碼你是ad了他一些 社交平台 第二 就是這名男子 他是成功這樣過到機場口岸 而且是成功登機 坐上機艙的座位的時候 距離那班航機的起飛 只是一步之遙 只不過去到最後的一刻 就遭到警察逮捕了 你說為什麼他可以成功過關呢 一定是 情報方面 是慢了 為什麼情報方面 慢了 如果你說不是 有人篤灰的話 就肯定 不會那麼快 就是找到這個人出來 是不是 而如果警察一早就已經知道了這個消息 說那個攝氏男子 是會打算坐飛機去逃亡的話 他們在機場口岸就已經將他逮捕了 因為要插身份證 才能過關 所以一定 情報方面是慢了 否則的話 警察是不會冒那麼大風險 搞這些大農諷 任由他登機後 再上機艙 拉他下來 因為有個機會 分一分鐘 飛機 飛早了一兩分鐘 他已經 走了 所以我相信 警察在情報方面 都是慢了 但是當他們收到 督灰的舉報的時候 就可以獲知道那個人名 立即去機場查一查的時候 就能夠知道他到底是有沒有買機票 準備逃脫 那就可以去制止他 去截停他 我相信情況就是這樣的 而且 現在在全球大流行的武肺疫情期間 機場的航班都減了九成九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算要走 都不是說很多目的地 是肯開關給香港人 比如說台灣就已經是繼續封關 所以我就傾向相信 這一名男子 他是迫不得已 才會購買 那麼晚起飛的航班 因為他下午時份 已經是買機票 即是說 他早就已經決定了 要離開香港 那當然是越早走越好 只不過 可能很多航班的目的地 根本上 是不對香港人 開放 故此 他沒得選之下 被迫要選 那麼晚才起飛的航班 好了 第三個就是 到底 這個情況 會 以什麼罪名來控告 如果說以國安法的話 很嚴重 因為 根據恐怖活動那一條 其中一樣 就是對他人襲擊 不知道 因為現在 目前都沒有消息說出來 究竟是以什麼法例來拘捕 至於第四個就是 到底是哪一個親友來篤灰 網上邊很多種說法都有 有些就說是他父母 有些就說是他大伯 但是也有消息指出了 說他父母就已經聯絡了星火的人 去協助 我傾向相信 就不是他父母 哪有個父母會想著 讀到這樣 就是篤灰篤自己的兒子 除非你說 文革餘讀是未清 子女就批鬥父母 學生就批鬥教師 下屬就批鬥上司 街坊倫理之間 互相舉報篤灰 總之 將整個三綱五常 道德倫理完全毀滅 然後就建立不到一套新的道德標準 結果是怎樣 大家都知道 但是這一趟到底的真相是怎樣 我覺得是去查一查好些 不要冤枉了好人 不要罵錯人 自己的兒子要去到這樣的情況 我想他作為父母也不會好受 更加不要說篤灰 接著就想說一下關於港區國安法的執行情況 昨天警察在Facebook說 截至晚上10點 拘捕了大約370人 當中六男四女涉嫌違反了港區國安法 好了 實情裏面拘捕那些人當中 他們干犯了什麼行為呢 我約會去找了一些資料來看 其中一個 就是大喊尼密普萬歲 接著又被警察說他港獨 這些有多少是上綱上線 喂 到底是與不是 你這些有個指引 昨天在網上流傳了警察是有個指引 比如說他舉貿一些旗幟 或者叫一些口號 你認為他是分裂國家 你才去執法 例如說這些就是喊尼密普萬歲 你也知道 尼密普就並不屬於 中國的 自古以來的領土一部份 這些東西你怎樣為之是港獨呢 或者尼密普是不是屬於香港的哪一塊地方 有沒有一塊這樣的地方 這些東西大家是完全憑常識去推斷得到 另外有一名被捕者的家屬就跟記者說 說他的兒子被警察截查的時候 只不過是在手機殼上貼上了一些政治標語 以及在袋裡有幾張文宣的貼紙 就說他的兒子涉嫌顛覆國家政權 那麼他首先這件事就是 有沒有展示出來或者是怎樣 到底那個 執法你的標準是怎樣 你可不可以向市民公佈 是不是藏有不行 如果你藏有也不行 那你要告訴市民 因為你警察之前只是說 如果他是舉某一些旗幟或者是標語的時候 是展示出來的 那就是不行 當然如果那個人仍然是要這樣做的時候 他就自己冒住一個被捕風險 但是 如果連收藏或者是 放在袋裡都不行的時候 你要給別人的時間去銷毀或者扔掉 或者他選擇不去扔掉 他就冒住這個風險 你也要跟別人說 你不能夠把所有的執法標準 全部收藏 你一定是要提高透明度才行 把執法標準直接說出來 起碼你等到市民得個G字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